女人加起难以下咽的食物 生生吞下 不仅顺利通过考核 更是让龙颜大悦 燕山君立马蹿到女人面前 抬起她的下巴感叹 只因丹西刚刚吃下的是母牛的胎盘 常人难以下咽 但却是燕山君的最爱 丹西早已准备好了完全的说辞 她表示来到这里的每一天 枕头上的眼泪 台阶上的雨水 一直相伴到天明 梨花带雨的模样 竟让残暴的燕山君也听得动情 重宰的一番说辞 终于让燕山君忍住了 想让丹西当场事情的冲动 重宰表示她定会好好调教丹西 让她